今天讲一下面试中的白板编程 我刚毕业那会儿因为 拍的岗位本来就相对比较少 而且很多东西上写算法题 当时也贵过不少 我的印象中就是各种排阶算法 什么都让问我 并且都让我手写过 今天主要讲一下白板编程 也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当时给了一个 菲波那契函数 对这个在教科室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函数 当时是让写算法来去 就让写一种方式来去优化它 因为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它菲波那契数列 它这个地归式的话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它的时间复杂度 对实际上是2倍的fn-1 我们可以算下去的话 它实际上是2倍的fn-2 到最后实际上是2的n四方 实际上它的时间复杂度很高 因为它出现会设计到 很多重复计算 大致它会呈指数级增长 算了都会非常慢 常规的解法可能是说我开一个数组来去记录它 每次都把计算出来的中间结构给它保存下来 当时感觉可能这种方式不够 所以当时就写了一个装置器 装置器的思维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用一个字典来去缓存已经计算过的内容 然后如果这个参数 对如果传出来的参数在我们已经保存的结果里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 对如果它不在的话 我们先去计算一下定位原来的函数 然后我们去计算一下结果 然后把结果保存在缓存里面 最后我们再把它返回 对这样就写了一个装置器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结果对不对 对这个文件名叫rlt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去实现菲波娜奇数列的计算 这样即使我们当我们的n非常大的时候 也可以很快的就给它算出来 这时候面试官又问了 如果我们空间有限怎么办 实际上就是当内存有限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种策略来去 当缓存满的时候 我们需要来去踢除它 实际上最常见的有两种 一是lru和一种lfu 一个是least recently used 还有一个是least frequently used 就是说lru是把最远的 就是我们最早访问的给它踢除 lfu是把最少访问给踢除 因为比如给你局部性原理 还有比如说很多缓存 它都有热数据 热点数据 实际上很有可能 最近使用过的 它会很快被再次使用到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使用rru来去做一层缓存 当内存有限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 比如说面试官又让你实现一个rru 因为刚才是比较直观的 因为dict来去缓存一下 已经计算过的数据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去实现一个rru 又把最远的访问给踢除呢 然后可能最常规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链表 链表 然后每次访问 p的时候我们都把它给记录下来 这个访问顺序 然后比如说如果再次被访问到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它放在最前面 然后这样的话 然后最早访问的还是在链表最最最最最早端 这样每一次当缓存满了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最前端的给它剔除 对但实际上用链表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用链表的话 你想去访问一个key 想去寻找一个key 把它删掉的话 寻找这个时间复杂度是偶尔的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单链的 你需要从头编列到尾 你才能知道去删除哪个元素 这如果你数据结构记得比较清楚的话 实际上用双链表 用双链表的话会 就可以实际在OE的时间复杂度 真的要把一个元素给删除 双链表 我们来看一下双链表 它的一些操作 实际上双链表就是在传统链表 可能只有一个值 然后双链表的话 一般就是说它有好几个值 比如说一个是preview 还有一个是next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值valuekeyvalue啥的 对当我们比如说我们想去删除 一个元素的时候 一般都是双链表 当我们想去删除一个元素的时候 实际上就可以达到OE的效果 就是达到OE的时间复杂度 比如说我们想删除它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条链 给它指向后边这个元素 并且把它的前边这个元素 指挥要删除元素的前一个元素 这样我们就能实现在OE的时间复杂度 就是两个操作之内 就能把它实现删除操作 当我们想实现append的操作的时候 也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一个新加入的一个节点 让让它最后一个节点指向它 对然后这个前节点可能会指向一个根节点 对这样实际上是一个循环的双端链表 对就是circular double linked list 就循环双端链表 然后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能满足要求 比如说假如我们有我们记一下这个操作 我们有访问顺序 比如说是abcb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这个缓存的字典 它的size是只有两个 然后我们记录一下assess它的访问顺序 比如到访问a的时候 这时候缓存的没有我们把a放进去 然后一个根节点吧 这个然后我们记录一下 这时候访问的a 这时候访问的b 然后我们字典里面会缓存一个b 会缓存一个a 然后这个时候访问的顺序是这样子的 对这时候访问c 因为访问c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缓存只有两个size size是2 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根据策略去踢除一个 因为a是最远访问 所以我们把a给踢除 这个时候缓存里面放的是c跟b 然后我们的assess就变成了这个 这时候又访问了b 对这时候缓存直接就命中了 因为b在这个缓存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把b给它移到链表的尾部 实际上就是先删除 删除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移到链表的尾部 比如说如果这个时候又访问了a的话 实际上也是同理 对大概就是实际差不多就是这种实际 下面我就先实现一个双端对列 我们看双端对列 首先它有一个root节点 然后对于每一个节点 它应该都是有四个元素 需要一个是它的下一个节点 只要下一个节点 还有它的上一个节点 然后还有它的k值 就是保存的键值 还有一个保存的value 这样的话 我们有一个根节点 然后它会指向下一个节点 然后最后一个节点呢 我们就把它指向首节点 对这样的话 我们就通过根节点 来去查找它的下一个节点 并且查找它的最后一个节点 我们大概来跟这个思路 来去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先实现一个叫做节点 这表示一个链表的节点 对它有四个元素 然后是前一个元素 只向下一个元素 还有k值跟它的value值 然后我们就给它复制 对然后加了我们就实现一个双端的双端 循环双端对列 然后这个对列的话会有一个根节点 这个时候就是是一个表示是一个空的 一个循环双端对列 我们叫CircularDoubleLinkedList 然后也是我们给它定一些基本的操作 首先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就什么都不干 但是它有一个根节点 我们先初始化一个空的节点 因为这个时候需要指向自己 我们把所有的负值默认值都改成non值 然后这个node的默认的话 让node的下一个跟上一个节点都指向自己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根节点 然后我们来看几个操作 首先我们能看到刚才在访问的时候 有删除啊 还有判的操作 还有访问这个第一个节点跟首尾节点的操作 然后访问 我们把这个head节点 就是首节点 这个称为第一个节点称为head 然后尾节点称为tel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想访问head节点的话 headnode的话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把根节点的下一个节点返回 通理如果想实现terranode的话 我们把根节点的上一个节点返回 然后我们还是要实现两个操作 一个是删除 就是如果把一个元素删除 然后如何把它追加到这个结尾 我们定义两个操作 一个是remote操作 就是删除一个节点 我们看删除节点的话 就是首先有个特殊情况嘛 如果这个节点它本身就是根节点的话 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 什么都不需要做 否则的话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去删除一个节点 删除一个节点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当前节点的前一个节点 跟后一个节点连接起来 实际上就是 我们需要把这个节点的 上一个元素的下一个元素 的next的指向我们这个当前节点的下一个元素 然后我们还需要把 它的下一个节点的上一个元素 指向当前节点的上一个元素 对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删除的操作 我们看一下再怎么实现一个 往电表尾部追加的一个操作 追加一个节点的时候 实际上大概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根节点 然后还有一个节点 当我们需要追加一个新节点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原来的节点 就是tile节点的末尾指向它 然后再把它的next的指向根节点 我们首先需要取一下 对最后一个节点叫teranode 然后我们把teranode的下一个元素指向当前的节点 然后我们再把当前节点的下一个元素指向根节点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循环双端对列的基本操作 这里还忘了一个操作 对就是我们需要把根节点的前一个节点指向这个节点 这样我们就能把它完全串起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实现rl catch 这里我们使用一个类来实现 因为它会有一些属性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来去就是用类的话 我们可以用成员来去保存它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大概它有哪些属性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max size给它记下来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字点来去缓存 计算出来的结果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循环双端列表 我们来我们需要把它这个访问的k的顺序给记录下来 其实我们还需要来标识缓存是不是已经满了 实际上只要看一下当前缓存里面的数据有多少个 是不是大于我们这个max size 我们就可以知道 接下来要看一下怎么来去实现 对 怎么来去实现这个装饰器 我们先大概的画一个流程图吧 就是首先一个key进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来看这个是不是已经缓存 如果没有缓存的话 或者是已经有缓存的话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访问的 我们只需要直接返回结果 同时更新一下我们的assess顺序 就是更新一下assess 访问顺序 然后我们把这个结果给return 对 如果没有在缓存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调用原来的function 来去计算出来结果 调用完结果之后 我们需要看一下 对缓存是不是已经满了 是cash是不是负 如果满了的话 我们就需要 把缓存剔除 对我们需要把访问最远的 就是rlnode给它拿掉 给remote掉 然后我们再把新的节点 加入到访问的这个assess里面去 最后我们再把结果返回 我们则 Итак